大家好,我是Jex,欢迎来到JK投资频道 今天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种植股 在影片开始之前,还没订阅的观众,欢迎订阅哦 众所周知,我国是油中出产国,而印尼的产量是世界第一 同时也是我国的竞争对手 印度、欧洲、中国、巴基斯坦是主要的进口油中国 棕油树的生产要求室温较高,移植于热带地区 同时,每年又要有一定的降雨量 棕油树对土壤的要求较低,但在肥沃的土壤上,产量会更高 油中是一种重要的热带油料作物 其油可供食用和工业用,特别是用于食品工业 主要用于提取棕里油 残渣可做动物饲料和生物质燃料 油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油料作物 其果肉含有量约50% 其实中油价,CPO,自从去年下半年就一路涨到今天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吨4500以上 而FCPO在未来几个月也在4000以上 然而,很多种植股的股价其实都还在不高的价钱 好像很可怜的板块,就是热不起来 如果CPO能一直保持在4000以上 其实可以预计未来两三个季度的业绩会是非常好的 既然CPO的价钱在高点 第二个要看的就是油中的产量 那些种植公司每个月都会公布产量 一颗种油树的平均寿命在25年左右 而种油树的果实产量最佳在第7年和第18年之间 但其实也是会硬土壤而异 所以最好就是寻找那些公司的中油树 树林在10年左右的环境期 先看看买入种植股的风险 可能就是要看中油价格的走势 现在的股市非常脆弱 价格稍微下降,股价就会跌到鼻青连肿 还有就是随着原中油价飙升至每吨越2500令吉 马来西亚政府就会开始征缩暴利税 市场通常看到这样的消息就好像看到鬼那样 再来就是天灾,例如气候变迁带来的风暴 降雨量,甚至水灾都会影响到油中敞量 这里重点提以下两间公司 分别是Inno Price和Zaya Diasa Inno主要在沙巴重视种油业务 而Zaya Diasa则是在骚扰月重视种油和木材业务 Inno在沙巴有约12500公顷的以种植土地 而Zaya Diasa有约69000公顷的以种植土地 这两间公司的平均树林都在10年左右 这里顺便提一下中油的经济周期 中油到了19-20年产量逐渐降低 树林过后也开始老化 所以需要砍掉重量 诶,是翻种 在种植周期里,一开始是非常烧钱的 这也是我们通常看到种植股 晚年的业绩有时大亏,有时少壮,有时大壮 Inno在10年内都不会翻重 而Zaya Diasa可能会比Inno早一点翻重 因为沙扰月的泥碳土产量较低 所以这两间公司近几年可以降低资本开销 再看回公司的财务状况 Inno明显比Zaya Diasa好 现在Inno几乎是零债务 又有3000多万的现金 而且公司的业绩近年来都是一直在赚钱的 而Zaya Diasa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impayment loss 债务也比较高 达到7亿左右 但未来三年有可能Zaya Diasa能够实现零债务 毕竟Net Cash Flow for Operating Activities 估计一年可到达3亿 如果CPO一直维持在3000左右 至于股息 Inno未来会将股息政策从现有的70%调整到80% 而Zaya Diasa股息政策是20% 最后种植业有可能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 毕竟现在疫情还那么严重 又加上落实国境封锁 人力资源显得匮乏 这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这部影片就到此为止 在此声明 投资有风险 入市区谨慎 这里介绍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